看房屋道你要用什麼東西蓋 那就是你知道那個非常 非常縱密的一個 一個請看報告 那一句話一說出來 你直接馬上瞄動啊 你聞到這個怎麼回事 大家好 我們是今天晚上辯論大會的主持人 我們是小一辰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一年一度 總統辯論證件大會 手語翻譯 手藝 簡稱好手藝 不了 好 來 在讓我們辯論大會進行之前呢 先跟大家解釋一下規則 等一下呢 我們會介紹兩個候選人出來 讓他們各自自我介紹 然後呢 讓他們各自 講一下他們的證件之後 最後一個會有最重要的環節 就是交叉質變的部分 對 交叉質變 好 在交叉質變的時候呢 我們會利用我們最重要的籤筒 就剛剛我們開場前請大家寫的 候選人呢 會利用千里面的東西說出他們答案 比方說 小小候選人是 你要如何讓高雄發大財 要讓高雄發大財 發大財 發大財 就是要 就是要 發大財 發大財 誰說你抽到什麼剛好的籤啊 發大財啊發大財 等一下我們真正的候選人 就會利用這個籤筒 為大家做完美的詮釋 怎麼樣來做出一個完美的回答 也不一定吧 哈哈 候選人偷偷講話 候選人過潮啊 好 首先我們來歡迎一號候選人陳寶 投票投陳寶 台灣會更好 謝謝 再來我們歡迎二號候選人林阿鈞 啊 無所謂過出不去 有人進步來 台灣發大財 我告訴你 請支持真正存款 只有兩千塊的署名總統 林阿鈞好不好 謝謝大家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有請一號候選人陳寶 幫我們發表一分鐘的政界論述 是 一分鐘喔 好 今天很開心可以在這個場合 跟大家做見面 其實我覺得今天台灣要變得更好 一定要有幾個方面來做一些處理 像我個人認為的第一個政見是什麼呢 大家的經濟水平 普遍不是很好 台灣的經濟也一直搞得很沒有繁榮的樣子 為什麼 歸根就理就是大家實在太窮 大家都沒有什麼錢 所以我上任之後第一個政見 直接你的年薪Double 本來十萬就變二十萬 本來就十萬直接變一百二十萬 大家有兩倍的錢 可以去刺激消費 讓台灣真正能夠賺大錢 這樣子好不好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說之前同婚通過 讓那些同婚族群 可以享有真正的結婚的生活 非常的好 但那些異性交不到男女朋友的人 都沒有在乎他們 當然這不是為我個人發聲 我是為廣大交不到男女朋友的 異性戀族群們 對 所以只要我上任之後 第二件事情 我們強制配總辦 強制讓兩方認識 然後相處看他們接不接受之後 在一起簡稱強制婚配 這是我的第二個政見 那第三個政見很簡單 我們台灣要發展一直擔心對岸的一些威脅啊 武力什麼的 沒有關係 我今天上任之後 直接從台灣海峽升起一個防護罩 直接阻擋與對岸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就可以安安靜靜的悶聲發大財 這就是我的政見 謝謝各位 接下來我們有請二號候選人林阿鈞 為我們發表一分鐘的政見論述 好的 我要在這邊跟大家敘述一下 我們台灣現在面臨到困難與苦境 以及我真正的思考 過後台灣未來要走的道路 我覺得台灣現在講很多東西都太高空了 我們要從最基礎最紮實的地方做起 首先我們就要改善我們的教育環境 現在非常多的家長 都擔心自己的孩子 沒有辦法考到好的學校 缺乏競爭力 出不去之後 失去了國際其實又是競爭力 所以呢 為了解決這樣的事情 我想到一個非常棒的政見 來解決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呢 這個政見就是 從今天開始 我要我當選了 我就把台灣所有的大學 都改名叫台灣大學 讓你們的所有小孩都可以上台大 每一個人都是台大生 每一個人出來聽起來就 嚇嚇叫 每一個出來我台大畢業了 我台大畢業的 每一個人都解決了小孩子競爭力的問題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們解決了小孩子的外在的競爭力 我們要解決小孩子內在的需求 現在台灣的學生 一青年正在被日本的情色文化荼毒 被日本的情色文化侵害 我們小孩子看了太多A片了 對這個世界 對於性教育之類的 都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這樣是不好的 我要組個日本文化的侵襲 要怎麼做呢 我們開始拍台灣的A片 我們開始拍台灣本土的A片 對我們讓台灣的A片欺騎他們 我們讓台灣A片獨徒他們 錢羅門賺就好了 台灣發大財 對最後一個政見呢 我要講的是國際化的問題 解決了我們台灣內部問題之後 我們要想辦法讓台灣擴展出去 那要怎麼樣擴展出去呢 前來記得前一陣子 有一個藍色襯衫的那一個人 他說想要挖一條通道 從台中挖到花東 我覺得這個就是不切實際 而且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如果我當選了 我也挖一條通道 我要直接從台北挖到華盛頓 我要組成台北華盛頓的一日生活圈 讓你今天從台北東一下到華盛頓 明天從華盛頓一下就到台灣 這樣台灣每一個人 都可以跟美國三通 三十通三百通三千通萬萬通 永遠台灣跟美國都不會分開的 所以這就是以上我的三樣不同的政見 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好 我們謝謝二號林阿鈞候選人的政見 謝謝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交叉質變了 有請我們一號候選人提問 是 今天剛剛聽到的 這位林阿鈞先生 他所講的政見 我個人就覺得非常的不錯 那你說每一個學校都改成叫台灣大學 那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說 如果今天企業要真材 通通都是台灣大學 那這些企業們到底該怎麼樣去做一個選擇呢 請你好好地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好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好 是 對 那我們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當然企業一定要想要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人才 是 那要怎麼樣得到這樣的人才呢 在某一個就是人力學的教授裡面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這句話就非常好地解決這件事情 這個人力學的教授呢 在某次演講 講說了 阿鈞的電話是0960 XXX不要拿來喔 為什麼 可能知道我的電話 好 請問一下這樣子 爆出你的電話號碼 到底可以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呢 我跟你們說 是啊 假設那些企業 想真材 不知道要選誰的話 打電話過來問我 我告訴他們 台積電是不是 喔 那個誰誰誰誰誰去然後約到吧 OK的 馬上就解決了 每一個董事長 打電話過來問我 就問你就對了 就問我就對了 馬上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對不對 喔 來 換我問你 換你 那你問我問你 請問 是 你說要讓所有人的年輕翻倍 是 對 那既然如此 你的錢要怎麼樣來 錢怎麼來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 很簡單也很重要的觀點是 如果今天企業的老闆 他沒有辦法讓大家的年輕翻倍 代表這老闆是不成功的老闆 他也該被自然淘汰 但是我們不能這樣子強求 所有的老闆 都是非常優秀的老闆 那那些比較不優秀的老闆 我們就要叫他如何賺錢 那等到他們真的賺錢 就可以回饋給社會 這樣子大家就不會有任何爭議 那要怎麼賺錢呢 在我非常喜歡的 古神巴菲特他曾經講過一句名言 我覺得這句名言 讓那些老闆聽到之後 體骨灌點要賺錢 完全不是問題 那巴菲特他是這樣子講的 好啦 今天你洗碗 是 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話 今天你洗碗 當你問我說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賺到更多的錢 給我底下的員工呢 今天你洗碗 老闆就 很大無所 狂然大無所東西 今天我洗碗的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家五分工作 今天你煮菜 今天我洗碗 你煮菜來我洗碗 大家樂融融 那也樂融融 所以讓那些員工努力去賺錢 但是洗碗負責交給我就好了 老闆安心在公司洗碗 老闆一直洗碗一直洗碗 然後那一工作就說 老闆都為我洗碗了 我還能不加倍努力嗎 夜市 case拼命跑 業務拼命賞 老闆拼命賺 然後拼命洗碗 這樣子錢就來了嗎 不是 所以這就可以解決了 年薪販貝的問題是什麼呢 今天你洗碗 這也是我非常熱愛的巴菲特講的 他的原本是講英文 You 洗碗 OK 好 廢話不多說 現在我問你 你說今天要拍這個 台灣本土的影片 我個人是非常 好我持普通意見 但是因為我不反對這意見 代表說那些千千萬萬的父母們 會同意自己的子女做這種工作 畢竟現在民風也不是說開得多亂七八糟的 那如果說今天的小孩 想要成為AB女優AB男優 到底該怎麼樣跟父母講 讓父母來同意這件事呢 好我相信你們一定會遇到這個問題 尤其是父母親 聽到你要去拍A片這件事 就一定會覺得不舒服 你會反抗 這個時候你們記得 只要跟你們父母講一句話 我們父母就會恍然大悟 再哭我就打你喔 我跟妳講啊 這麼直接 直求對決啊 暴力可能不能解決問題 但你可以解決製造問題的那個人嘛 對不對 小時候他打你 你長大就打他嘛 對不對 那我們要懂得教育父母嘛 什麼啊你要去拍A片 啊 你知道 再哭我打你 去去去去 可以喔 可以嗎 那接下來換我問你了 你問你問 好 是 我們要講這個強行配對的問題 是 那強行配對的時候 在這過程當中 遇到不滿意的話怎麼辦 你要怎麼樣說服他們能夠順利的在一起 其實歸根究底 人與人之間想要互相結合 就是一種感情上面的問題 那感情如果不通順 這些事情念頭不夠通達 那勢必兩個人之間就會是形同陌路的陌生人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很巧合的事情發生之後 讓他們面對面的接觸之後 那所謂有緣千里來相會 讓他們千里一線之間之後 告訴他們這一句話 讓他們知道人與人之間是多麼可貴的關係 他們對於感情的想法昇華 自然就會同意對面那個人 跟他在一起結合 那這句話 其實是在古書上面所記載的 那我記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依稀罕 應該是文言文吧 古書的話 不一定 古書也有講的白話 我說第一句就是今天寫白話 我家墨水多 有錢人就寫白話 對對對 這句話就是 這就是斯巴達 這是斯巴達 對話就同意了 謝謝大家 不是嘛 你看 大家想說今天都是 你如果不同意我就說 這就是斯巴達 大悟 寫然大語大悟 寫然大悟很多很多東西 你想一下 我也想 我也想一下 就是 這就是斯巴達 他就會突然間立體到 對呀 男人不都是一個樣子嗎 對 這個男人也好 那個男人也好 終究都是斯巴達 好 那既然斯巴達 A是A 斯巴達 B也是斯巴達 那終究都是斯巴達 這個斯巴達 就是好斯巴達 跟我在一起的 就是好斯巴達 謝謝各位 就是這樣子 瞬間同意啊 是不是 男生說 這就是斯巴達 男生說 這就是斯巴達 然後兩個就連巴達 就這樣連巴達起來了 非常非常的 敗術 對 好 謝謝 幹嘛還在搞同意啊 押韻嘛 押韻很神奇 對 押韻就是 好啦 那接下來就是問你 最後第三個問題啦 你最近要打造 一日華府生活圈 這東西 我是覺得很不錯啦 但你有沒有想過說 今天網帝星一直挖 會熱啊 是 那會熱的時候 該怎麼辦 那些工人 他們如果怕熱的話 那到底該怎麼樣解決 這個怕熱的問題 這個是屬於一個 技術性上的問題 是 那前陣子 就剛好在NASA 有一個台灣的科學家 發表了一篇論文 是 那篇論文的標題呢 就很順利的 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 這麼神奇 真的真的 剛好那篇就是 一個台灣材料學的科學家 所寫的一篇論文 那個論文裡面呢 它的標題是說這個 那個論文說我撐死了 好啊 到底怎麼樣解決 還讓你問你呢 撐死好啊 好好跟大家 我知道了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所謂 眾賞之下必有勇夫嘛 對不對 就是 當你遇到那些 地心很熱 工人不願意下人之后 對不對 好 我就讓你吃飽 我讓你吃到撐 讓我吃到撐死了 對 讓你吃到撐死 想吃什麼都吃什麼 你不要撐死 讓我吃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對 那樣養肥了他 就抓下去 像你 中了保死鬼這樣子 養肥了 就在下去 到地心 就從人類 變成烤乳豬 然後再給其他人吃 對 再給其他人吃 哇靠這什麼環保的概念 一輪公平的 真的太可怕了 我們就這樣子 慢慢挖慢慢挖 挖下去了 台灣人就少一半了 沒有我們再從花福拉鐵人進來 哦 他們也要出點力 他們也要過來 我一人一撥挖一半 大家都誠實 OK 抱怨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趕快問 我也要問你 你要蓋那個防護罩 對不對 那個防護罩你要用什麼東西蓋 很簡單嘛 你剛剛那個 那一篇NASA的期刊位有看啊 你也有看 雖然你那一篇 他寫得比較糟糕一點 但我這邊他就是 完全是科學精通 就是你知道 那個非常 非常 縱密的一個 一個 期刊報告 對 那裡面就是 開宗民意的記載說 這個防護罩的材質 如果用這個 這個簡直就是無見不破 哦 是 那一句話一說出來 你直接馬上瞄動啊 你聞的 怎麼回事 CV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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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kuma Tata 哦 我聽把我蓬蓬那個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各位啊 我先跟大家講一講 陳寶這個人啊 英文實在也不是很好 但他每次抽這五千 就是被抽到英文 哈哈 我們上面沒有寫 禁止寫英文嗎 哈哈 不過沒關係嘛 Hakuma Tata OK Hakuma Tata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子 解決了 我們叫蓬蓬跟丁滿 做材料 哈哈哈哈 看到人家蓬蓬 丁滿那麼可怕 Hakuma Tata Hakuma Tata 哇 這麼可愛 人家飛彈來打人下去嗎 飛彈過去就說 哎呀 真是太慘了 我們回頭打人吧 哈哈 直接解決 這就是 Hakuma Tata 哈哈 用蓬蓬跟丁滿當女朋友 蓬蓬跟丁滿 對就你陪一堆這樣 然後女生滿的就是大腫肉 OK好 這樣你就可以理解了 防護罩怎麼做出來 我沒有話可以講 業職辛苦 謝謝各位讓我英文不斷清過 每次有英文的你就收得到 好啦結尾 這下以上就是我的回答 是 好 那主持人 好好好 來 現在呢 對對對 外表看似小孩 吃上去 給你 不要怕我 不要怕我打了 噹噹噹噹 停 姊姊 怎麼辦 你現在你的頭髮插到我了 哈哈哈 好 接下來呢 交叉結辯結束之後呢 我們還有最重要的 結辯 好 我們來請兩位候選人 各自做自己的結辯 好 其實剛剛很開心 可以再這樣 查而跟我的 對手林阿鈞 去了解彼此的一些想法 那剛剛說了這麼多呢 其實最簡單就是一個政治理念 我希望台灣可以更好 那剛剛說了這麼多 無非就是一句話想要分享給大家 我對於台灣變得更好的決心 這句話應該不是英文 哈哈哈 這句話就是 光頭王 對 我是光頭王好久不見了啦 光頭王 這個是我的政治決心 今天我不是努力看苦跟實幹 看到我 突如看到我變光頭 我都會一直為你們站在前面 為各位遮風避雨 你即便我變光頭 我不怕 因為我是光頭 不怕掉頭髮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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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請 林阿鈞 冒選人 做最後的結辯 好 呃 其實我們 講了那麼多 那 當你走進 那個投票場的時候 你可能還是會猶豫 不知道要投給誰 那其實你投給我跟投給他 都沒有關係 我知道你們都不會投給我跟他 但 都沒有關係 你們需要心中一個真正的理念 來支持自己投給真正的好的候選人 所以當你們進入到那個投票所的時候 如果你們不知道要投給誰 其實你們一定要想到 我現在要講的這句話 當你們想起我現在要講這句話 你們就會瞬間知道說 啊 我就是應該要投給他 我就是應該要投給這位正確的候選人 這句話就是 狗屁不通屁滾尿流 好誠懇 相信大家都發現 其實我剛剛講話都狗屁不通啊 屁滾尿流啊 對啊 我亂講的 大家 在 看到這些候選人的時候 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要 清楚明白他的政治理念 不要讓那些狗屁不通的政治想法 影響到你們 讓你們嚇得屁滾尿流 對 不要人家隨便說說 說自己要去漫威當英雄 就真的以為他去漫威當英雄 說說自己真的要蓋迪士尼 如果迪士尼也不能要迪 對不對 這樣有白拍是不是 對對對 你現在政治電腦越來越明確了 對 對 很危險 我們來希望大家能夠插上自己的眼睛 然後不要被一些不切實際的政見所迷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參與我們一年一度總統大選政見辯論大會 那我們辯論大會就到時告一個段落結束了 一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到一年會 一年一度 對不起對不起 四年一度 那你剛剛聽完之後 你覺得你會想要支持哪一位候選人 不是我覺得 你聽完我們的政見之後 應該有一些感想想要跟我們 應該會有一些不是我的感想吧 對啊 為什麼會這樣說就好 對 對 你有一個感想就簡單一句話 對啊 就簡單一句話告訴大家說 對 看完這個四年一度的辯論大會 我的感想是 是 是 看到你過得不好 我就放心熱 什麼茶水喝太遲了啊 看到你們過得不好 我就放心熱 我覺得很棒 我們的確是過得不太好 我就放心了 貧窃感到安慰 那我覺得翻譯剛剛看了那麼久 應該也是有一些想法 對啊 今天都沒有聽到你講話 總是要再給我們一些 不然你抽一下 然後用手語筆給我們看 我們看才不會再來中 Sure 手語翻譯老師 手語翻譯老師 其實也是會講話 好 你看完的時候 你想要支持哪一位 大笨蛋 對 我就是笨才會喜歡你這麼久 哦 真實 欸 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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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我發達嗎 搞什麼東西啊 一起來一起來 欸 幹什麼 幹什麼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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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功效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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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東西 那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錄中場休息好不好 謝謝 各位愛人 想要上廁所在後面 又要買飲料的也在後面 然後想要下樓的就 瘋起來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君 我是陳寶 我們是陳君三分鐘大王安大家好 表演前有什麼習慣 會呼吸吧 對 呼吸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在表演之前忘記呼吸的話就會自息這樣子 好嗎